从民国45年级公告绿带的延城绿郎 经过大半世纪终于全县完工 在1月24号举办启用典礼 在早期公园路一带是拆船以及五金产业的聚集地 并且带动了延城地区的繁荣 但随着拆船五金荣景不在 老舅的建筑物限制了都市景观与发展 市府决定批建绿郎 为延城区注入新的生态与生活元素 再造延城风华 公园绿色郎带 让人们大家很爱来 尤其是这个地方 现在跟我们的博二特区 顶顶都结合作为 可以说专国向最有历史文化 文化创意产业 可以说最重要的地方 启用典礼上除了有街头艺人表演外 也安排了民众释放代表延城绿郎的竹 延 船 海 四种异象四种颜色的气球 共一千颗 来见证延城区的历史发展 记者黄库峰 陈一军高雄采访报道